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10月4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眼 近年以来在中美关系 可以说是飞牛直下的所有事件中 那么禁止共产党员移民 一直是热点中的热点 因为这个事儿 它首先踩到了两个热点 一个就是说限制中国人移民 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再一个就是限制中国人移民中的党员移民 因为大家对中共及其党员 可以说憎恶的程度 又比对一般人高了不少 我记得今年7月16日的时候 纽约时报它就报道出来 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 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 而最近接年就爆发出了 有美国公民他的党员的父亲 想移民美国被拒的消息 后来进入了美国被遣返 可以说更是将党员移民 与美国的问题就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就在昨天另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又出来了 美国时间10月2日 就是昨天美国移民局发布了新增的移民政策指导文件 它强调除非特许禁止共产党或者是其他专制政党 及其附属机构成员进入美国 申请绿卡和移民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以说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就炸开了锅 中国国内外的华人都在讨论和关注这个事情 可以说都是一片叫好的声音 认为了这个是对川普感染病毒之后的一个报复性的措施 就是对中共的一个报复 也是对中国国内铺天盖地在庆祝川普感染的人的一个报复 那么是不是报复 这里不清楚 但是这个事情它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有标志意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它的具体情况 美国移民局在移民政策手册中 他就发布了有关政策指南 就是昨天 涉及对共产党员或任何其他极权政党或下属组织成员移民申请的处理政策 该文就说加入共产党或者是加入任何其他极权主义的政党或者下属组织 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规划誓言包括承诺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不相容 简单来说就是说这种极权党派的党员性质和你要未来要宣布要捍卫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这种承诺是冲突的就是不相容的 那么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党的成员 无论他是在美国的国内还是在国外 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些成员或者是极权组织的成员 他任何移民的候选人都不得进入美国 政策手册的新增内容将帮助官员根据联邦法律来判断这种不可受理的理由 所以综合这个文件的内容和背景我就简单的分析五点 这个文件至少说明了这五点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将中共组织和极权主义政党它是变列起来的 限制其成员移民美国不管是申请绿卡还是说你申请入籍申请成为公民都将被禁止 除非你有特别的说明可以说美国这样定义共产党在这40年来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这一次它主要在移民问题上就体现出来是非常强硬 可是走到了前面 那么以后党员移民美国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难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不仅是党员无法申请移民 就算你有移民意向的 那么你连美国都无法进入 这就是更进一步了 就是说你只要是党员 你不能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申请到赴美移民的签证 那么有签证的 就是你之前已经办理了签证的 你现在如果再想进入美国 可以说海关就可能将你拦下来 将你遣返 那么这又进了一步 之前是限制党员移民 现在还会限制党员进入美国 前几天 一名到美国探望女儿的中共党员 在9月17日 她搭乘飞机抵达了底特利机场 同时就被拒绝进入美国 并原机遣返了 因为她的女儿是美国公民 她想到美国来探望女儿 但是因为她是党员的身份 所以她不能进入美国 还被遣返了 她在10年有效期的美国签证被注销了 那么这个人她曾经在广州美国领事馆 签证移民 就是女儿帮她申请移民 当时她承认她是中共党员 后来就被拒绝了 可以说这个事件 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 在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第二点 就是你进入美国 只要你是党员 你进入美国 可能都会受到限制 那么第三个 不仅是现在的党员 就算你之前是党员 你现在退党了 你现在要移民美国 可以说也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新增解释的文件 它中间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凡现在或曾是共产党 或极权主义政党成员 移民官可依次拒绝核准其调整身份 即不给予他签发绿卡 或者说不准他入籍 那么中共的一个逻辑 它之前一直就是 只要你是中国人 只要你曾经是中国人 你拥有过中国国籍 就算你转换了国籍 那么你永远都是我的人 你归我管 我可以将你现在的国籍 改成中国籍 今年就有一个事件 非常典型 可以说在海外华人中 引起了恐慌 有一个瑞典籍的华人 被中共抓了 他用的就是这套逻辑 你曾经是中国籍 对不对 你现在虽然是瑞典籍 那么我把你瑞典籍注销掉 保留你中国籍 你现在就归我管了 所以现在美国 那么已经开始 按照中共的逻辑 来拒绝党员了 只要你曾经是党员 你基本上就有了原罪 那么现在 你也别想拿美国绿卡 别想入籍美国 就是和中共学的 他这套逻辑 我觉得这一招 也是非常狠的 很厉害 第五 当然这个文件 也有例外的情形 就是说 如果你想申请绿卡 或者入籍美国 你必须符合例外条件 这些例外条件 包括迫不得已入党 法律规定工作 必须入党 不清楚状况下入党 申请转换身份 前两年已经退党 年少加入共青团 但之后也退出等等 就包含这些条件 算是例外 之前很多华人移民 从来不说自己是中共党员 那么就算说了 申请移民的时候 他也会以这些例外的条款 来为自己开脱的 就基本上都是撒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昨天新增的解释文件 出来之后 很多人认为 应该将之前入籍美国的党员 驱逐出美国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美国他真的这么干 那么这个难度 我觉得也会非常之大 因为法律有一条明文规定 法不硕计既往 那么核查过去的 可能还真做不了 因为这个工作量也是非常之大 只能让美国在未来 把援把紧共产党入境美国 移民美国这个关口 可以说就会掐得更紧了 说到移民美国退党 可以说不行的话题 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现在的党员的身份 在美国他有多么敏感 那么要想移民美国 现在是有多了 最近有一个姓芳的党员 讲了他的移民经历 他说早年 他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 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申请绿卡的面试阶段 那么移民官就其党员的身份 就对他进行了盘问 移民官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是否是中共党员 他表示自己很久都没有交党费 已经自动的退党 这个说法和很多 想移民美国的党员 他的想法和说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半年以上不交党费 基本上就是自动的退党了 所以法官问他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以这样的说辞来给法官一个交代 但是移民官不干了 他说现在移民局不接受被动退党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明显 你这个不交党费退党是属于一种被动退党 不是主动退党 所以移民官现在需要他主动退党的证明 你有没有你主动退党的证明 方先生他就说移民官的意思是要他写信给中共党支部 就是他所在的党支部要求退党 然后要求党支部有回复 然后将证明递交给美国的移民局给他看 所以他对此也是充满了疑惑 因为律师之前告诉他 党员都是写一封身份说明就已经可以过关了 没想到现在这个要求还越来越严 他的太太同样是中共党员 那么他在面试的时候也被问到是否主动退党的问题 美国一个知名的华人律师就说 美国移民政策一直其实都是拒绝中共党员移民申请的 但是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 因为中美关系总体来说还算好 但是自从贸易战以来到现在病毒 基本上双方的关系是急转直下了 所以对共产党员移民的话题也更加敏感 不过今年以来 你像中共病毒的疫情 还包括香港台湾南海等等一些事件 可以说让川普政府已经认识到 中共党他的本性就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 开始严控中共党员移民 前面我就提到过一位美国公民的父亲 他因为是中共党员 所以在入境的时候被当场遣返 十年签证也被取消了 而且他父亲的移民申请也被拒绝了 可以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 那么这是7月17日报道了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 及其家人赴美旅行之后 可以说是首个相关的案例 也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而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留美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 都开始纷纷走出来要求退出共产党 通过相关的机构办理退党手续 或者是通过登报方式来证明 他已经退出了共产党 他们也知道共产党员的身份 现在是不符合美国移民政策 而且很多中共的党员在美国的对自己党员身份 基本上都不提了 可以说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 这在以前都不算太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是致命的 如果办理了退党 基本上进入美国和取得美国的身份 受到的影响不大 特别是退党如果满了两年的话 这是美国的移民的规章里面明确有规定的 那么那些在美国已经拿到了公民身份的人 如果他还保留党员的身份 还是会有被遣返的风险 那么这种人应该是在办理美国入籍的时候 就留下隐患 他们有撒谎 所以他们如果被发现的话 或者有人举报的话 应该是属于移民欺诈 即使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 拿到了公民的身份 都可能被要求取消 那么还是被要求遣返的 现在虽然还没有到这一步 但是如果中美两国进入更加激烈的敌对状况 可能就不好说了 所以总体上来说 其实这个条款之前就有 就是说禁止党员移民 限制党员移民 只是这次的中美关系紧张 美国移民局再次将这个条款拿出来 来重新解释 而且细化 明确了操作的一些规程 给一些移民官更多的指导 就是说你党员的理念 和拿美国的身份对公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法官可以以这个作为依据 来拒绝党员移民美国 毕竟中共党员它是有9000多万了 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 可以说加起来 也不到中共党员的一个领头 而且9000多万了 几乎上是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所以美国移民局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措施 出台这个指南 可以说是针对哪个国家的 其实一看就明白了 美国在这个时候拒绝中共党员 是很有深意的战略目的的 因为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 党员其实他就是有某种原罪 也可以说是他们一身的污点 你一旦沾上了共产党的边 一辈子可以说都摆脱不了这个污点 倒一辈子的美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很难把自己洗清白洗干净 因为党员可以说天生就带有与美国为敌 为中共服务这种属性 和全人类的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为敌 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只要中共召唤 那么这些隐藏在美国的特罗伊木马 可以说都会随时复活 可以干出来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各种事情 所以现在美国讨论限制中共党员入境和移民 其实他也是在亡羊补牢 在尽量堵塞这个路动 未雨绸缪来排除中共这样一个特罗伊木马 排除这个安全隐患 中共强大之后 可以说习近平就开始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 在全世界破坏规则 推行他的极权主义的价值观 试图取代美国来另立一个新的规则 将世界拖入中共统治这样一个黑暗世界 那么我们看一下其实他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特别是今年以来对香港 新疆 西藏 印度 南海 以及一带一路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能明白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就能明白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彻底行物来围堵中共 而现在不仅美国在围堵 全世界都加入了围堵的大军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印度 欧洲 日本 越南 印尼等等一些国家 都纷纷和美国站在一起 在香港 新疆 南海 中印边境 钓鱼岛 产业链重组等等方面 全面来抵制中共 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围殴中共 就像一个段子说的 如果一个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想打你 那么可能不是因为你落后 而是因为你欠揍 这个说的其实就是中共 一掐脖子就求饶 一松手就放狠话 喊打喊杀 那么就像清朝的外交家郭松涛 他评论大清朝的外交政策是一样的 他做了非常著名的一段评论 他说清朝的外交就是 一味蠢 一味蛮 一味炸 一味怕 一味蠢呢 所以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自己几斤几两 和别人去蛮干 去冲突 吵架 动手 冲突打不赢呢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使诈了 这就是一味蠢 一味诈 投机取巧 蒙混过关 使诈不行呢 就开始割地赔款 求和服软了 当年两次鸦片战争 义和团事件其实都是这样愚蠢的外交案例 而现在中共的战狼外交 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和清朝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一百多年前的清帝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两样 一百多年都没有变过 就是一个欠奏的德行 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传出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消息之后 胡锡进 华春莹等等一片都是鬼哭狼嚎 当时谷歌上退党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也是暴增 可以看出来很多党员还是很关心自己和家人 是否能来美国的 连华春莹自己在美国都有房产 耿爽在带女儿也在美国读书 习近平的女儿也在美国 可以说几乎中共的高官以及中层以上的官员 在美国没有资产和没有联系的都很少 这些人在美国基本上都有资产 有子女 有情妇 有家属 对不对 而且很多是经常往返于美国的 而这些官员他不是党员的几乎也很少 所以可以说只要限制党员入境美国 限制他们移民 那么这些人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反映这么激烈鬼哭狼嚎的原因 大家可能要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现在做一个选择了 今天我看邻居群里面有的人就开始担心自己党员身份的问题了 有一个邻居他给美国的华人介绍了一个国内的女老师来谈对象 他说这个女老师在国内是党员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要黄了 而现在国内外的媒体上都在讨论党员限制进入美国的问题 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的热度到底有多高 很多人我看今天的微信朋友圈都在发中共党员的人数 以及美国的对党员的移民政策 那么长久以往可以说这个政策极可能会扩展到党员之外的党员直系家属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员他有9191.4万 就是91914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所以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有5 基本上党员及其家属就接近5亿人左右 那么美国可以说要完全限制或者说筛查这5亿人来美国 到底在技术层面上他能否做到 这样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限制了党员 那么中共的团员要不要限制了 团员很多时候也是听名于中共的 而且人数更多 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整个中国人都无法进入美国 无法移民美国 就是美国对中国彻底关门了 那么这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 其实目前的中美关系丝毫不比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好 基本上就是两个标准的敌对国家 现在川普总统中毒了 对不对 而且白宫很多人被感染了 那么这笔账肯定又要寄到中共的头上去的 两国的关系可能会更差 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会加快 所以不要说现在限制党员移民进入 就算是将来大规模的要清查美国华人中的党员 卧底和间谍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春江水难是压心之 那么在海外的华人 特别在美国的华人 能最新感受到中美关系这个变嫩 或者说冰冻之后 两国的敌对状况对华人的影响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觉得美国如果要真的筛查在美国的中共的间谍党员的话 这一天可能还真的不远了 所以大家尽量一定要少惹祸上身 离这些事情都远一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